作词 李宗盛 一次又一次 情犯涌入潮汐 一满相思 无辜一切的坚持 我清楚你竟在咫尺 是梦变真实 萤火当作星空的那时 你牵绊着我的心事 一生一世 在满天繁星落下 我清楚你竟在咫尺 是梦变真实 萤火当作星空的那时 你牵绊着我的心事 一生一世 在满天繁星落下 你的位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没多久 您知道是我请您来的 今日是怎么回事 为何皆知的人是你 昨日一早 肃锦便跑了 为了保全文家 我便扮作敌女 意图瞒天过海 心想着 也许 能博得与您的一线良缘 却没想到事与愿违 如今 我已别无退路了 那你今后如何打算 你是真心想入府吗 我的真心与否 又有什么重要呢 锦王你有所不知 昨日 我也是破釜沉舟了一回 心想着 若是能跟您在一起 便是冒着欺君之罪 也甘真如意 只可惜 到头来还是竹篮大睡已成功 苏语 深情最难浮 也许 这就是命运 是啊 这都是命 锦王 苏锦贤少与人来往 唯一知道我们身份之事的人 就是您了 因此入府后 身份之事 还请锦王帮忙周全 还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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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浩 凡事有我 姐姐要出嫁了 你没事吧 女施主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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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来这儿了 跟我一起来的公子呢 公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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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在哪儿啊 公子 公子 你在哪儿啊 公子 女施主 我们找遍了承睿风 没有你所说的施主 也没有什么黑衣人 施主 归去来都是缘 切莫强求啊 既是恩缘 这个命题如果能帮你消灾 便也不算忘物 你拿去吧 命题 我已经拿到了 这一回 我真的嫁不出去了 你在哪儿啊 难不成真的被狼叼走了 是皇家册封响礼 那个猫 难道 不好了 我 我 幸福的担忧 若问犯时间 恩怨杀戮为何 数对而数错 等你有天是否 莫愿我犯多苛求 莫历你不朽 莫愿我毫无保留 愿你安乐 不怕你心左右 更愿见证你成熟 渐渐的吃饭也愁 能为自己而活 为他人平庸 愿你安乐 愿把你心左右 更愿有天你远走 更装过世界遨游 不许痛不回头 记得 思量 让我附和求 姐姐 快快 拦着姑娘 快 快呀 姐姐 让开 让开 若问犯时间 恩怨杀戮为何 姐姐 书对而书错 书对而书错 等你有天是否 我愿我愿 愿我愿我愿 愿你不朽 只因我毫无保留 愿你安乐 愿把你心左右 愿你心左右 更愿有天你跟走 更装过世界遨游 更装过世界遨游 不许渡不回头 记得 思量 我 不和求 记得 思量 我 不和求 我 参见太妃娘娘 王妃娘娘 您这里行得不对 您不应该值平民礼 苏姑姑糊涂了 这还没大婚呢 就称王妃 你 为时过早了吧 义光 让礼部 拟定近日即日 尽早完婚吧 是 文姑娘 先王曾赐你八文玉佩 怎么没见你带着 你是怨恨先王赐婚你与锦王 所以要对先王大不敬吗 八文玉佩 怎么 皇家御赐之物皆不许离身 文姑娘以为做了王妃 便可例外吗 臣女不敢 只因 前些日子 臣女在寺庙中得高僧点画 说 供奉领域三月 可为赐欲者积福宴 是以臣女才 哪座小庙能供得起皇家之物 若有个闪失 你如何交代 太妃娘娘 臣女知错 文妃 你这样咄咄逼人做什么 后院还是和和气气的好 太妃娘娘 您自臣妾的耳赘 臣妾可是日日带着 以示敬畏 如今八文玉佩不知所踪 可见文姑娘对先王心存怨对 依我看 就该罚去敬心堂悔过 玉佩一日不寻回 这大婚便一日不是举行 你行了 得宠几日便不知道自己是谁了 太妃娘娘 臣女知就叫人给母亲传话 娶回玉佩 横述也是你的不妥当 速去娶回玉佩 今早晚婚 是 都退下吧 姐姐为什么要替嫁 这是欺君 是吊脑袋的大罪 纵使欺君 也是因为家里出了你这个忤逆之女 太妃选文家嫡女为王妃 那是因为文家嫡女的贤淑之名 就你这副样子 若是真去了 那才叫欺君 到时候文家满门都得给你陪葬 可是 可是命批我已经拿到了 我们都不用去 亲王并无大碍 那就好 亲王 您神色不裕 臣去开一些补气血的方子 您按时服用便可 羽王 都是臣无用 不能前后筹谋 这才让刺客钻了空子 他们多方周旋 那个女子又极尽拖延时间 本王尚且不查 又何况你 去 去沐尘寺搜山 把这个与我虚允威仪的女人抓来 是 算了 回来吧 其实算起 早该逃跑了 若非本王轻信了那女人的鬼话这才 豫王放心 臣就是绝第三者 也要将这个贼人抓来 不必了 本王有些乏了 你先退下吧 是 那臣为豫王去煎药 傻闺女 你姐姐她 是自己愿意嫁的 才不是 姐姐 她不会愿意嫁的 我 我一定会想办法 想办法救她出来 锦儿 夫人 外面来了为内奸 送来了王妃娘娘的信 亲王府 是 不会出什么岔子了吧 母亲亲戚 一切安好 不必挂念 大婚繁杂需要一英俱全 因八文玉佩送去祈福多日 想来也到还愿之时 叛母派人取回 尽快送入府中 以玉成婚 方可全新王赐玉的每一良缘 速尽 玉佩 我怎么忘了玉佩之事 锦儿 那个玉佩 是不是在你身上 快摘下来 我让穆姑姑 赶紧送到亲王府 玉 八文玉佩 我放哪儿来着 娘 你是不是忘了 那天你说是 先王玉赐之物贵重 非要把我收起来的 我收起来了 没有啊 我借的前人你还带着 娘 你先别着急 你回去好好找找 府里又没有内贼 丢不了的 这 穆姑姑 快快 赶紧去找找 这可是要被降罪的 有玉佩放可大婚 有玉佩放可大婚 既然如此 我的命批还是有用的 娘 你可别怪我 我自己闯的祸 得负责任 可不能害了姐姐后半辈子呀 你不担心 又不担心 非得不负责任 那天润 我不爱是 我一直进来 找我 你 你 姑娘 你可算是来了 我都等了你下午呢 辛苦了 不辛苦不辛苦 等姑娘那是应该的 这一直往东走呢 就是成为阁了 对了姑娘 您叫什么呀 我叫锦言 锦言 对了姑娘 听说您从小侍奉王妃娘娘 情统姐妹 我俩自然情统姐妹 那还请姑娘 多替我在王妃娘娘面前 多美言几句 让我趁早离了 府庭云那鬼地方 您不知道啊 原本来这儿接人的 是成瑞阁的小骏子 我可是花了三个月的月银 搭定了她 才换的这份差事 盼的就是在姑娘面前得脸 是她 她怎么会在王府 姑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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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的小姑奶奶 好什么呀 我不过就求美颜几句 您至于吓成这样吗 没事没事 我刚才好像 可能是我看错了吧 快走 无令擅闯没愿 可是要挨板子的 什么人 稳了稳了稳了 怎么办 还能怎么办 跑啊 快 站住 快 站住 太妃都来请您三次了 再不去 怕是不太好 母妃难道不应该 先给本王一个解释吗 为何短短一日之内 朝中就多出了一位天策上将 太妃也是权宜之计 不愿您和锦王不睦 是给锦王加封是权宜 还是把闻家女推上王妃之位 是权宜呀 属下无能 请豫王责罚 该贵的不是你 若不是当日没能保护好豫王 也不会有这些事端 如今 只有尽早找到仪表 攻破流言 本王也不必日日自危了 臣定然全力寻找 起来吧 谁来... 长者 新贡的西域密枣 挺甜的 是 是今天 对了 礼部派人来通知 明晚王妃大婚 一影所需都备好了 温妃娘娘已经尽力阻止这一事 但恐怕再难回旋了 太妃妇人之人 打着替我分忧的旗号 竟敢像荒唐事 此时丽妃 天下不知道有多少人 要说本王梁薄 牧尘寺那女子可有线索 后来她上了牧尘寺求取命批 再后来去想不明 竟然真的求了命批 难道是本王想错了 姑娘 你胆子也太大了 这可是亲王府 抱歉抱歉 刚才走神了 放心 我会在王妃娘娘那儿替你美颜的 是是是 姑娘长得好看 心也善 胆大也无妨 便是在王府逛逛又能如何 反正其人自有天相了 是吗 站住 打哪儿来的 怎么穿成这样 这可是王妃娘娘家生使弊 奉命敬见 令牌呢 你 你找什么呀 完了完了完了 令牌不见了 完了完了 干爹要是知道我把差事办砸了 我的下半辈子就没指望了 哎呀 哎 哎 我不知道你令牌长什么样子 你先把这个藏到手里 给他们晃一眼 心血能蒙混过关 行吧 死马都活马一马 令牌在此 赶快放行 恭迎姑娘 这竟然真的是七王府的令牌 姑娘姑娘 快走啊 来了来了 我得抢先一步 带姐姐离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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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来了 姐 王妃娘娘 锦炎是来给你送玉佩的 你们都下去吧 说吧 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这几日便是这样 虽然过程有些波折 我没能把信送给父亲大人 可是 好歹我想到了新法子 求命批 所以你装侍女入伏 便是因为这个 嗯 是啊 有了命批 我就可以把你救出去了 姐 我们去找亲王 然后把命批呈上去 那命批没有用的 谁说没用啊 那可是牧尘寺住持亲你的 司天台都不敢反驳 姐 你要是不想去找亲王 也行 我找别人去 等消息回来 我们就回家好不好 走 素姐 这里是亲王府 岂容你这般儿戏 我 我没有儿戏啊 姐 你听我说 这命题真的有用 我 确实不能误了你的终身啊 素姐 我知道 你也是为了我好 可是 现在一切都完了 太妃娘娘已经见过了我的容貌 便是我拿命批推具婚事又如何 我终究 还是无法嫁给她 既然不是她 那是谁又有什么关系呢 她 她是谁啊 为什么无法再嫁 算了 已经过去了 素姐 你我终究有各自的路要走 强求不来的 把我玉佩拿来 你走吧 这份心意我领了 只是我走不了 也不会走的 我既然选择了 就不会再怕了 但愿 你真的能得偿所愿吗 得偿所愿 怕是只有来生了吧 姐 我可以多留两天吗 我想看着你出嫁 不行 你身份特殊 还是尽早出服吧 我想看你穿上嫁衣 虽然不能为你送嫁 但也不能错过你人生最重要的日子 那 好吧 但你切记 在府中要恪守本分 切勿惹获声势 她一定是秦王府的人 我对她说那么多干嘛 现在 我到底 是要让姐姐留在王府里 还是不惜一切代价 把她带走呢 不行 姐姐每次因我受罚 这次不能再连累你 连累 你若再不走 那才是真的连累 行了 暗彩将家丁掩下去拿酒汁 脱不了多久 你若再不走 就来不及了 啊 从小她就替我背负许多 如今 肯定是要让我放心才如此说的 我不可以让她留在这深墙大园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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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送到院前 一切就水到渠成了 站住 哪格的人 起来吧 起来吧 那个家伙到底是谁啊 这令牌居然在王府中畅通无阻 这秦王府也太大了吧 我这一间一间找 也不是办法呀 大人 就在那边 那侍女拿的确实是金玉令 属下绝对不会认错 金玉令怎么会落入侍女手术 你们都不找老子吗 我 中祖业前 我做侍女 你们都要看看 吃了熟心豹子弹不成 是 有亲 有欲 侍女 不会是在说我吧 别跑 站住 我最近犯什么态军 总是被人追 站住 别跑 别跑 他竟真是府中的人 那他还让我拿什么命拼 难不成是故意害我们文家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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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我 你就是这样求人相助的 別廢話 你的賬我們待會兒再算 我們先想辦法支開他們 都退下 仔細守著 注意期望安慰 一旦有異動 立馬拿下 你們幾個 跟我來 還不放下 我若放下了 你再讓他們進來怎麼辦 空前 我得先弄清楚你到底是誰 存著什麼心 為什麼在秦王府 難怪我一直找不到你的踪跡 原來你是躲在府裡 找我幹什麼 還不是擔心你 算了 不提也罷了 既然你能找回府裡 你便記起自己是誰了 這個女人 是真不知道本王的身份 還是假不知道 能住在王府裡的男人 你 該不會 是內奸吧 您是這雙眼美少 是我遺忘了心跳 既然愛不得求 不倒也不放掉 我才顧身遠眺 在世間不堪紛繞 不停喧鬧 只為你 只為你 祈禱 祈禱 為你 為你 只为你倾倒 记着我誓言就好 我不是你我不要 那是你说的天荒地老 只有你知道 只有我知道 爱依旧没忘掉 只为你只为你倾倒